台南市政府二楼大厅的玻璃大门 碎成了蜂窝状 严重变形了 旁边还有一整片倒落在地 这不是风吹的 是市政府遭到攻击 我是用什么东西砸的 他自己一个人 拿什么 大门口 就只有 长柄的那种 对对对 大门口直接被砸出了好几个洞 市长坐车还就停在旁边 市长心情有受到影响吗 不会啊 不会不会 平安吗 还OK 一号下午1点20分 保大警员正在巡逻市长室 听到奇怪的声响 冲出来一看 警方到场逮捕时 嫌犯还不停高喊 是为人民发声 但是他的精神情绪相当不稳定 嫌犯是43岁的正姓男子 家住狱警有毒品前科 自称是要抗议人民生活困顿 才持工地用的狼头 砸毁市府大门 警方立刻将他带回华评所 依毁损公务最嫌 移送台南地检署正办 是从事铁工业 那今日向老板告假之后 自行开车到永华市政中心 持工作用的大狼头 来毁损六扇玻璃门 3月的第一天下午突然被砸 没得闲 市府人员忙着清扫膳后 大门六片玻璃毁损要价8万块 还有应急用的阻隔板2万元 粗估供损失10万块 还得由正姓男子来赔偿 到底为什么要砸市府 砸了人又不跑乖乖就范 43岁的正姓男子说辞反复 还没有具体确定的原因 检方除了调查犯罪动机 更要追查有没有其他共犯参与其中 东森新闻 蝗虫群在台南采访莫德